粵語流行曲曾經瘋魔亞洲 而Lam的金曲 也是香港娛樂文化很重要的一環 去年11月 位於西九文化區的M加 視角文化博物館正式開幕 這裡展示接近1,500件展品 當中包括香港的流行文化 Lam,吃完飯 我帶你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知道這裡嗎 哪裡 這就是我們西九博物館的 視角藝術展廳 你待會有點驚喜 不過現在… 你看看這些畫,是否很特別 你喜歡補衣、改衣服 這裡真是… 這是聖家衣車 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就有這些衣車 現在已經是絕跡 對,沒有的 對,那時候小時候 媽媽就拿著這個衣車 做衣服給我們 對 但是氣肉還未到 就到了,氣肉 這裡剛才帶你去看衣車 是 是吧 這裡有些東西… 有什麼東西 你過來看看 什麼… 你過來看看 對 你看這個人嗎 這個是誰 你看這個人嗎 這個…這個人呢 誰是誰 那時候年輕很多 這個照片 頭髮、鬍子都還沒白 對,現在成熟很多 我覺得我現在喜歡你 當然要養很多 以前的樣子 太好了 跟Nam聊天 就像在游覽博物館一樣 每一首歌 每一段創作的經歷 都有故中的內涵 對他來說,一座建築 一幅畫 甚至是一個路人 都是創作的靈感 Nam,這個博物館真的很大 我們走一圈也很… 走到… 很吸氣 腳軟,走到… 唱歌我們喜歡很多 你那些電影我也看過 你知道嗎 原來你很喜歡看電影嗎 我從小看得很大 就是了,我簡直是… 怎麼說是… 是電影招式 就是戲癡 是,戲癡 那時候有很多外國戲 差不多… 換完又一部,換完又一部 我爺爺就差不多… 我想他差不多日日 或者隔天都看得出 帶我去看 我簡直看到上癮了 在1963年的時候 我記得我開始有個小寶寶 我看過哪一齣電影 哪一天,我就寫下它 寫了戲名,然後誰做誰做 開始的時候看Cats Cats… Cats的時候 我喜歡了一段歌曲 我將它改變成每一個晚上 是嗎? 那我要聽每一個晚上 因為我也很喜歡在West End 看這個表演 是 去紐約 是 看Broadway 很棒 那你現在行為拍戲 不一般 因為拍戲不像我的音樂 全部都可以控制 而且拍戲又沒甚麼睡覺 現在睡覺很重要 睡覺很重要 真的嗎? 當然 是 拍戲一出外景 又不舒服又不舒服 那時候… 我現在可以說 我開始拍戲的時候 沒有人坐麵包車 我是第一個買了一輛麵包車 即是現在的七人座 是… 因為我知道我出去拍戲 沒有睡覺 是 又沒有冷氣 是 我自己駕駛了一輛麵包車 去拍戲的位置 拍完戲 我就走進麵包車 睡覺 睡覺 或者至少開著冷氣 很好 所以現在每個人坐麵包車 我想應該… 你是先河 好寂寞 哈哈哈哈